A卡及AMD的显卡 但一开始A卡不是AMD公司的 而是属于一家叫做ATI的公司 2006年被美国AMD公司 以54亿美元的巨资收购后 成为AMD的一部分 在2010年8月 AMD宣布放弃ATI品牌 将旗下所有显卡等名为AMD 现在市场上的A卡都叫AMD了 看不到ATI的标志了 如果你看到了ATI的标志 那你要小心了 这很有可能是2010年记忆前的古董显卡了 三个字不要买 A卡不只追求图形渲染性能 更注重于通用运算性能的提升 变向未来高运算显卡 它的价格优势在于理论运算能力 单精度浮点运算能力强 所以A卡的挖矿性能相当突出 其次它更注重2D平面画质 平面渲染更好一些 图形成线上A卡稍锐利 色彩稍浓 所以画面效果更好 如果你是做平面视频设计类的 选A卡会更合适 那么是不是A卡就不能玩游戏了呢 其实A卡也是可以玩游戏的 例如RX5700XT这块显卡 在游戏方面 坦比RTX2070 既能玩游戏也能做设计 所以A卡还是很香的 最重要的是 A卡的性价比很高 例如RX580 590系列 就非常具有性价比 签约显卡中最具代表 如果你的预算有限 建议选A卡更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下一期讲解N卡 除非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